精神医疗网建制已经30周年了 卫福部委托草屯疗养院扩大举办研讨会 希望经由历史回顾及论文的发表 强化精神医疗的工作的层面 发展创新方案将关怀渗入社区 使得民众身心灵能够更健康 提升整体医疗品质 随着时代的变迁 国人心理上的疾病层出不穷 强害民众身心健康 精神医疗网隐隐而生 提供了许多方案以及解决抒压的方式 让民众放宽身心接纳自我 随着社会变迁 精神医疗面对了非常多的挑战 包括像忧郁症、自杀防治 还有创伤医疗 还有一些加害人的一些治疗 要酒药饮的一些问题 都深深的冲击着国民的心理健康 也会减少我们的寿命 精神医疗网在这个部分也非常的努力 依据各区域的一些特色 拟定的一些创新方案 持续的推展 社区也不断的培育人才 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做得更确实 精神医疗网的建制迈入了30年 卫生福利部委托草屯療养院 扩大举办研讨会 订定精神医疗的未来走向 同时也化被动为主动 深入社区建制关怀点 扶导社区民众建立舒压管道 让民众在轻微的状况下 身心能够获得舒缓 那未来的方向就是说 从精神医疗 重症医疗 还有忧郁症防治 自杀防治 嘴药云等等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更 初级医疗的预防的一个使命 就是说希望能够在 还没有生病之前 我们就能够早期的一些发现 那另外就是说能够 生根提升民众的一个心理健康 让他们能够有更尬的抗压性 那有更大的一个复原力 最好就是不要生病 在一个很轻微的一个状况下 就能够得到一个舒缓 草屯療养院为了重演人员辛劳 特地选在风光明媚的日月坛 举办研讨会 发表了多篇论文 南投县副县长陈振生 也亲自到场 为与会人员加油打气 感谢草屯療养院 对于南投民众的协助 也希望南投县 在草屯療养院的协助支持下 县民的身心发展能够更加健全健康 其实从九二一到八八洪灾 他们同仁给我们南投县的一些灾民 以及救援的人员的精神医疗 附件方面可以相当的协助 尤其我们草屯療养院 在检验长的怠动之下 他是坚决的纸张走入寿期 也就是希望把精神医疗附件的资源 输送到我们南投县的整个寿期 所以对我们南投县民来讲 是非常注意良多 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些体系的建立 让我们南投县更为温馨 就是林县长他一直坚持 要做出我们的财势跟支持 相信这些种种都可以注意南投县 未来的整个发展 由于时代的变迁 网络时代的来临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 社会事件 心理健康 以及精神疾病议题渐渐浮现 精神医疗体系化被动为主动 深入社区 辅导民众以正向的态度 面对生活 共同营造温馨友善的社会环境